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115单元 风水学发展史 两宋风水著作的第二段 第二段我们的主题是 印刷树的兴起与风水著作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印刷树的兴起对于风水著作的流传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第一张在图里面的左手边 这是一个雕板印刷机 那雕板印刷一般相信在唐朝时代 就是用所谓的雕板印刷 第二在雕板印刷下面 我们叫做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其实一直用到非常久 我记得我中逼在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 进入这个公务体系里的服务 当时的这个印刷方法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类似这种活字印刷 活字的打字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是活字印刷的字体 中间这两个呢 在上面是宋太祖赵光韵 在下面这张图呢 是宋太宗赵光邑 这两个人对这个印刷处产生了推波助乱的一个功能 那在最右边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宋时期的考场 在上面是一些考官在那边负责月券、负责命题 在下面呢 这是一个考场 所以呢 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考场的一些舞弊案件 也会在这个时候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印刷处的兴起呢 跟风水处赵其实带有关联 我们之前呢 曾经在上一个 在第一个单元里面 在第一集里面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 风水处观照的层面呢 就是呢 生者的处宰 还有死者的木屑 而在生者的处宰呢 跟死者的木屑 都必须要符合儒家的圣宗追养生送死的孝道观念 所以呢 孔子说啊 生士之一礼 死 藏之一礼 祭之一礼 居藏 祭士 都应该的选择还要安顿了 都应该有离不开风水的运作 所以这也是风水述速流行的另外一个原因呢 那宋代的统治者呢 对于风水述速的重视也促成了风水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上一个单年曾经提到 宋太祖赵宏运呢 利用陈桥兵便取得政权 但是这个政权合不合法 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因为他利用星战之数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 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他的一个星战之数 利用星战之数呢 他说此天命也 利用两日相争 苗迅的苗 他的大军师苗迅呢 利用两日相争 来证明他政权的合法性 也就是两日相争 他说此天命也 那这样子就造成了这个宋太祖赵宏运呢 能够取得合法政权的非常重要的一句 虽然后来到了太祖太宗时代呢 曾经颁布了多次的禁令 禁止民间的学习有关于天文心力之学 但是呢 涉及百姓生活礼仪的非常密切 例如补士啦 风水啦 折日啦 等等这些宿处呢 并没有再禁止之类 那在宋朝的国葬当中呢 他也利用风水宿处的五音信律说了 来为自己的时候的坟墓营障地 还有祖先的营福的坟墓营障地呢 来选择风水 在宋代的都城还有皇陵的建设当中呢 都有明确的表现还有记载 包括当时开封城究竟怎么建设 据说宋徽宗都曾经请教过风水大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宋 在北宋人中期间啊 有一个在北宋人中的景佑年间啊 有一个四天间 这个四天间名叫做杨维德 杨维德呢 他奉旨修传一个风水诗 这个风水诗叫做景佑前向新书 这是由官方出版的一个风水书 这本风水诗呢 是由当时的这个四天间 叫做杨维德所撰写的 那他同时呢 又找了一个汉林学士 这个人名叫做王朱 他根据在曾宗时代呢 他又根据他的父亲宋曾宗时代 所编的一个叫乾坤宝典 他重新校正这本书呢 把它变成一个地理新书 这两本书呢 也都根据宋人中的仪式呢 所以他被这两本书的这个班型 变成民经风水素素的一个典范 风水素素的典范 还有他的准则 由于宋朝的刁板的印刷術呢 非常盛行 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毕生发明的活字板印刷素呢 为什么不用活字板 他最大的原因是 活字板印刷素呢 他要每一个字呢 都要磕成一个小木板 跟在一块木头上呢 把它做成磕板 相对来讲 雕板印刷素 他在刚开始的成本 显然是比较便宜 活字印刷素呢 他在刚开始的成本 必然比刁板印刷素更高 所以在宋朝大部分的宋版书 大部分都用刁板印刷 来印的比较多 用活字印刷呢 非常少 为什么呢 因为刁板印刷呢 相对来讲 他的投入成本比较便宜 宋朝这个时代里头 他是允许民间 允许自己来印刷了 因为成本的考虑 所以宋版书 基本上都是刁板印刷 大概90%以上 都是刁板印刷 但是这个印刷书的发达 使得这些皇室 使得这个朝廷当中 他要颁发政令 要颁发封水书籍 就变得非常容易 据说呢 在景德二年 宋仁宗景德二年的时候 有一个公布四郎 公布四郎兼国子兼祭酒 这个人名叫刑炳 这个刑炳呢 就被派去呢 最被派去呢 来编书 当时他担任国子兼祭酒 国子兼祭酒的意思呢 祭酒的意思呢 就现在来讲 就是执行长的意思 我们现在大学里面 有非常多的专班 什么专班 什么专班 这个专班的 这个执行长在宋朝呢 就是叫祭酒 这个国子兼祭酒 这个人名叫刑炳 这个刑炳呢 有一天 宋真宗呢 在这个景德二年 这一年是公元一千零五年 宋真宗呢 这个心血来朝呢 跑到国子兼去看看 国子兼到底用的怎么样 当时的国子兼 除了教书之外 还有一个责任 就是印书 所以他就问国子兼祭酒 问这个刑炳 跟他讲说 当时我们国子兼祭酒呢 我们国子兼呢 究竟有多少书呢 结果呢 宋炳就跟他讲 他说 我们在国朝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在宋国朝开始 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宋太祖立国之初 我们国子兼呢 这个我们的国子兼呢 只不过有四千本书而已 我们现在有多少呢 他说我们现在有十一万本书了 宋真宗吓了一跳 他说我们从四千本书 一下子爆升到十几万本书 这十几万本书 包括什么呢 这个行品就跟他讲说 他说包括金石子集 还有包括正义 这些呢 多具备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少年的时候 我少年的时候 就开始读儒家的学说 读儒家的学说的时候 当时为了找一本书 都找不到 找不到书 都找不到 而且呢只能用抄的 他说这些经书 抄的时候常常会抄错 常常会抄错 所以呢 但现在我来到国子兼 奉您的命令 来当国子兼的CEO 我觉得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我有一个重责大任 我就来运输 他说我用的印刷数 因为现在版本大倍 也就是现在呢 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 我们的雕板印刷 各种不同版本 我们都有 所以要运输 就轻而易举 所以您看 曾宗皇帝 您看 您的国子兼 现在常数 已经有十万余册了 十万余册 他说我非常开心 我现在正在生活在盛世 这段话记录在宋史当中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宋真宗巡师国子兼 他这个 这个行丙 这个人 因此写在历史上 写在历史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宋太祖造抗印时代 一直到宋真宗时代 这前后差不多有四十年的时间 这个国子兼的数量 就翻了好几倍 从原来只有四千本 现在已经变成了十万多 十几万本 十几万本 可以反映出当时 雕板印刷术的盛行状况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两宋时期风水书的盛行广泛流传 还有大量的翻印 显然跟这个印刷书的发展 显然是不能够分割的 所以呢 两宋时期的这个科书系统 印书系统 包括三种不同的系统 第一种系统叫官科 官科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朝廷出资印刷的书 这个叫官科 第二种的叫司科 司科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很多的读书人啊 他对印刷也很有兴趣 他对自己的藏书 也想拿科出来 所以这种书呢 叫司科 那第三种书呢 第三种科法叫仿科 方就是一个土这个方 仿科 仿科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的书店 一般的书店 一边卖书为主的商人 所刻的书 然后在这个官科 司科跟仿科当中 官科当然成本不济 所以他会用的雕刻呢 是比较好的版本 那字都比较大 字里都比较大 而且印的比较深 司科呢 因为这些读书人 自己印的 读书人呢 他不是生产 他不懂的经营之术 所以司科 大部分的司科呢 都是有限 都是有限 而且他所用的指质 都不是最好 那司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卖不出去 很难卖 所以司科的书籍啊 大部分都是送朋友 也就是读书人 自己的传记 自己的什么之类的 自己的诗籍啊 刻印刷的基本 只有送给好朋友 所以呢 这种司科 基本上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而真正以盈利为目的呢 就是所谓的 仿科 仿科就是书籍的印刷 那这个仿科 因为他是以经济为目的 所以他一定要印 印什么呢 印大量流行的这个书 所以在有人去研究呢 宋朝这三种科本 也就是三种出版渠道 他就是印哪些书呢 他们发现了官科的部分 也就官家出版的书 大部分都跟考试有关 也就是宋朝的科举制度之下 对于各种不同的例 的经书 他都用官科的方式呢 都是印书这些书 大部分都是跟这些有关 还有呢 跟政府颁布了政令 例如说 刚刚提到的地理新书 还有这个请右前向新书 这两本地理书 也都是用官科 而司科呢 是这些读书人 他们在考试的时候 即使中了举的时候 他读了一些书 他认为这些书呢 应该要广传出去 所以他进行科书 或者是说他不幸考试了 不幸落榜了 他想要当教书 他想要教教人家读书 那他也就诗课 这些诗课的 他的印量通常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 他大部分都是印给朋友 印给自己的子子们看 这是诗课 这些诗课里头 在宋朝时代呢 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毒素 当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里头 当时认为一命二运三风水 那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的 而四基因得五毒素 基因得这件事情可以 所以呢 当时读书人所印的诗科 大部分都是医学用书 大部分都是医书 也就是宋朝有关于道家的医书的流传 非常广 也就是这些医书的大部分都来自于诗科 因为医书比较复杂 所以他有传量有限 所以诗科里头就有 除了他的读书笔记之外 最大的方式就是印了非常多的医书 就是所谓的中医方面的典籍 中医方面典籍 大部分都是皇帝内经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这一书 大部分都是出自读书人之手 那第三呢 就是所谓的民间的科书 所谓坊间要来卖的科书 坊间要来卖的科书 坊间要来卖的科书 大部分是什么书呢 坊间要卖的书 大部分都是跟风水有关 还有跟看日子有关 也就跟历书、风水、古事这些书有关 因为这些书呢 才能够卖的出去 可见呢在宋朝的时候呢 在两宋时代 从北宋到南宋 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印刷的一个方式 各种不同印刷渠道 他们出版的书呢 就不大一样 从这个火板印刷跟雕板印刷来看 雕板印刷显然更能够体现出这种书法的优美性 因为雕板印刷呢 有人相信雕板印刷从水朝、唐朝 应该就有这个雕板印刷 那雕板印刷呢 它通常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是用焦泥木 或者是用一般雕刻的助纣方法 这些助纣方法呢 它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性 而且非常便宜保存 至于佛板印刷呢 通常用木、用这个泥木、用泥土或用木头的进行活字 也有用陶活字 也有用磁活字 也有用铜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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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它的成本 它的出自成本、出息成本相对的比较高 这个雕板印刷呢 它通常是艺术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宋朝的时候 主要的印刷方式 可能是雕板印刷 那目前我们现存最古老的雕板印刷 据说是出自敦房墨高窟 在敦房墨高窟里头 发现印字于唐朝 公元86868年的一本金刚经 这本金刚经呢 后来在中国非常衰落的时候呢 被一个意大利的人 从这个墨高窟偷走了 偷走之后 现在这本仅存的世界上最早的这种雕板印刷 金刚经目前存在大英博物馆 大英图书馆 所以印刷处呢 在宋朝的普及跟发展之外呢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让知识的流存性更高 也就是因为它大量的印刷 都不是股本 所以让知识的流存性更高 流存的比例提高了 又促进了知识的累计 还有知识的创新 所以呢在宋朝之后呢 以地图为主的载体的知识形态 就变得非常多 所以我们看到在宋朝以后呢 很多的风水树大部分都有图画 特别是成团画的太极图之后 很多太极图的图示 很多各种不同的图样 就被流存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太极图 原来我们的八卦图 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 都是出自宋朝 也都拜印刷术的流传 让这些图书 能够有系统的流存下来 由于宋朝的印刷术的非常普及 还有从根本上 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的流传方式 所以呢 刁板印刷的第一步呢 它就是制作原稿 刁板印刷的方式 第一个是制作原稿 第二个呢 是把原稿反拓 反转过来呢 把它摊在一个平整的大木板上 也就是刁板印刷 刁板印刷到底怎么做呢 刁板印刷它的字体 科印章就知道 它一定是反面字 那他们怎么做 他们就先把这些书 先腾写在原稿上面 再把原稿上面把它反过来 然后把它摊在一个大块木 然后在木板上固定好之后呢 然后再慢慢雕刻出来 雕刻出来 再加以互印 在印的时候 就把纸同样放在这个平整的大木板上 然后呢 再进行 再把它上木 那这样就得出一版出 这刁板印刷的方法了 但刁板印刷里面呢 我们可以发现 在刁板印刷里面 有一些显然是大师级的科工 有一些可能是一般级的科工 后来有人年就了 就发现 原来刁板印刷 这个刁板显然呢 比较精细的部分呢 才由大师来动所科 至于说比较粗糙的部分呢 就是一般的师傅工匠的界限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木 这个如果料 它的刁料 它的作为刁板的这种材料 它要 它如果是一般的材料 例如说木头的材料 通常就是找一般的木刻师来进行刁刻 也就是它的方法一样 先把字呢 写在纸上 再把字呢 反转过来呢 它贴在 粘贴在这个木板上 再进行刁刻 那如果它的刁板的这一种载体呢 它是比较好的 它就会由大师来出手 因为木板之后呢 木板呢 然后再上末 再上末之后呢 就形成很多种印刷品 这是两宋时代 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宋版书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来印刷 由于汉语呢 中国字 因为它并不是拼音文字 所以它并不是几个字母可以解决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的字籍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在宋朝呢 想要做一个火板书呢 虽然毕生发明了火板印刷 但是呢 用火板印刷的流程下的书呢 其实是非常少 为什么呢 因为汉字的结构性的一个障碍 使得要把汉字当中所有字呢 它都做成一个版本 然后呢 变成可以活动的字母 这件事情呢 它显然需要更高的成本 所以雕板书呢 在宋朝来讲 显然它是比较便宜的 那用火板印刷呢 显然它的成本 显然是比较高 也就是它的书费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呢 宋朝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纸币了 所以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呢 宋朝的纸币呢 它可能也是用雕板印刷 简单来讲 雕板印刷书的发扬 使得这个字式的传播更有可能 传统的经书 包括四书五经 包括十三经 包括二十四史 这些书籍 这些大块书籍 就可能会大量流传 也因为这样子 由于风水在民间盛传 使得风水师 在养宋时代留下的风水师 就非常多 确实根据宋朝 他们有好几个地方 都是作为印书中心 因为在唐朝主要印的 都是佛经 所以我们看到唐朝的 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雕板印刷 大部分是佛经 例如说我们在敦煌佛经 敦煌里头发现的金刚经 它就是佛经的印刷本 而这个宋朝的印刷书 显然它的范围不只是佛经 它不只是佛经 他们研究发现在宋朝的书铺当中 有好几种经营方式 一种方式呢 只卖书但是不磕书 一种不只卖书而且磕书 也就是他还是从事雕刻印刷 另外一种呢 就是既卖书又磕书 而且自己还写书 也就是当时的书铺 当时的书店 他有多种经营方式 一种是他自己只卖书 被人磕好之后给他卖 一种是他自己也做印刷 他自己也做磕书 然后他自己也卖 另外一种呢 第三种是他自己也写书 自己也磕书 自己也卖书 所以呢 还也就是说 他除了磕书之外 又卖书 而且自己还编书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就集中在几个比较大的城市 比较大的城市 例如说这个在四川的成都 例如说在这个河南的开封 或例如说在南宋时代的 在杭州或在福建 他们就有很多本 所以在福建 就有所谓的麻沙 还有所谓的重画 因为这是在福建的建阳 福建的建阳 他在重画镇跟麻沙镇 两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制造书的中心 所以如果是说重画印出来的书 我们就要重画本 在麻沙镇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科书里面 在宋朝就有很多 所谓的成都本 开封本 麻沙本 或者是重画本 还有当时包括杭州 包括平阳 包括南京 还有包括四皇等地 这些都是宋朝非常著名的出版中心 那为什么呢 在这些地方呢 就是以出版为业 出版为业 也就是他的访科 非常的兴旺 特别是在杭州跟清华 我们现在呢 现在中国大陆呢 保留最古老的刁版的印刷的刁版版本 就是在杭州 也就是在杭州跟清华这两个地方 福建呢 当时也是一个大镇 也是一个书呢 非常集中的地方 他集中在建梁 建梁这个郡里面呢 他集中在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就重画 一个地方就麻沙 那另外呢 在成都里面呢 他集中在成都本镇 还有临近的梅山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印书中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宋朝 他是一个比较宽容 相对比较自由 相对比较富庶 经济比较宽容的一个王朝 这王朝呢 因为传统上 众文轻文 也就是说 他的经济实力呢 他很少放在五倍上 如果没有在国防上的 如果他的GDP呢 没有放在国防上 那必然放在文教上 因为他众武轻文呢 使得他的GDP呢 根据统计的 两宋时代的GDP呢 可能占当时全世界GDP 超过50%以上 也就是两宋时代 如果以经济水準来讲 他是个经济大国 这经济大国 他又花了 他的最重要的这个钱呢 他都不是放在军事国防上 大部分的钱呢 都是放在文教上 即使到南宋 虽然非常多人主张北伐 但是呢 他的经济实力很好 但是大家却不愿意 牺牲经济的利益 而去从事武装的竞争 以至于南宋一朝 虽然只是想北伐 但是呢 都没有办法实现 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呢 南宋 两宋时代王朝 相对来讲 他是一个经济大国 但是在五倍方面 又明显很不足 当时许多读书人呢 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 在考场不得意怎么办呢 只要出来教书 出来教书呢 他怎么样 他就要自己印书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笔记本 把自己的笔记本 印成书 然后开始教授学生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就以绍兴这个地方作为主体 也就是绍兴的读书人非常多 但是大部分就是落地的秀才 这些落地的材词之后呢 他没办法在考场当中 他没办法得意的话 他就只能开授一些私俗来谋生 然后这些落地的秀才 他们就自己取一个别号 就好像我们现在补习班里面 有很多取一些艺名 类似这样 所以这些落地的秀才 他们取的艺名 后面都有三人两个字 也就是说这些叫做什么三人 什么三人的 大概都是一些读书人 他在官场上不得意 他退下来教书 退下来教书 他就用某某三人 来当作字号 来当作别号 所以这样的群体开始出现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宋版书里面 他有很多署名叫做某某三人 某某三人的 这个就是出自于宋朝的这些 在考场上不得意 但是又非常会读书的 这些读书人所编写的书 这些书的品质都还不错 所以这些三人 以三人署名的这些书 就是代表某种特别的阶层 那如果没有三人的署名 而是只写说某某人写 甚至连作者都没有的书 就是一般的坊间的书 我们叫坊板书 坊板书为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情形之下 宋朝的风水书籍就编得非常多 所以两宋时期除了有关于经典的文书之外 他最畅销的书包括医书 因为医书大部分都是因为读书人 他认为应该要基因德 所以他们编了很多医书 另外补顺的书还有风水的书 这四种书都是在两宋时代非常畅销的书 经典五经书典籍 他如果不是用三人当作署名 他就出自于朝廷的官方出版的书 如果署名叫三人的这种书 他大部分都是出自于读书人的书 医书除了官方出版之外 如果也署名叫什么三人的 那就是读书人所写的书 那如果统统都没有了 就这些补善风水书 他只写一个名字 那这个书里头就非常多 所以宋朝的风水的作品 如果你认真的跟他数一数 可能超过一百本 这一百本当中有很多没有署名 有很多是署名前人 所以因为印刷出的盛行 例如说我们看到在宋朝的风水著作 现在认定是宋朝的风水著作 例如说谢天机 谢天机他署名叫神人女丸李翁 也就是一个神人女丸 这个人名叫李翁 所写的书 那有人认为 神人女丸李翁 这本书可能是廖金经的著作 那廖金经呢 廖金经也是一个非常特别人 因为在宋朝出现廖金经 之前我请跟大家分享 这两个人或许同一个人也说不定 因为在民间上流传 都有各种不同可能 所以地理新书 那地理新书 一般认为地理新书 在宋版书里头 他是官书 也就是他是由国子间出版的 他的作者呢 作者相信是北宋仁宗时代的汉林大学士 这个人名叫王朱 那另外十六藏皇 他也有可能 他写的作者呢 是廖金经 北宋时代的廖金经 也就是廖宇 那另外呢 殷阳备用 这南宋一个诗人呢 叫王吕道 所出的署名叫王吕道的书 那另外乾坤宝典 乾坤宝典呢 也是由官方所出的书 一般相信他是北宋真宗时代的天文学家 这个人名叫史训 他所写的书 那另外 释法兴静 这也在一般人相信呢 他是由北宋的廖金经 廖宇所出版的书 另外一样 银元总录 他是人宗时代的天文学家 这个杨维德所出版的书 另外呢 景佑前相新书 这也是呢 北宋人宗时代天文学家 这个杨维德的书 所以杨维德呢 他写得非常多的天文的书 也写得非常多风水的书 另外像《波沙经》 也是廖金经的书 《易水真经》 他的作者署名叫张栋玄 有人相信张栋玄 应该是宋人宗或宋真宗时期的人 那另外《入地眼泉书》 这有人相信是北宋的一篇 署名他《靖道和尚》 他是一个和尚所写的风水书 那另外呢 《谢秦富》 有人认为 这本书很可能是朱熙的学生 蔡定元的父亲 名字叫蔡花木 蔡花或者蔡木唐老人 所写的书 那另外呢 像《司马陀陀帝前》 这人相信了 司马陀陀所写 有人相信了 司马陀陀是北宋一位文学家 叫刘浅 他所写的书 那另外《崔光篇》 一般人相信是南宋时代的 是两宋时期的 这个赖文俊 赖布衣所写的一本书 那另外《花围论》 一般相信这本书呢 是出自于蔡定元 蔡定元 蔡定元是朱熙的首席大弟子 那《赖光前记》 也有人相信 这本书是赖布衣所写的 另外呢 《达森问达》 有人相信是司马陀陀 因为司马陀陀是个和尚 所以他是一个问达籍 他是宋朝刘前所作 那另外《地理囊经》 有人相信 他是属于叫做刘谦跟谢昌 但是因为谢昌是明朝人 所以有人相信 这本书的教对者可能是谢昌 但是他的作者可能是刘谦 刘谦是宋朝人 虽然我们现在有个摩世书也叫刘谦 但这个刘谦 显然不是现在的刘谦 那另外《鬼灵经》 有人相信 他是出自南宋的一个读书人 名叫罗灵子 还有赖山先令 所以赖文俊 还有一个咒书 咒书有人相信 是出自北宋的吴景阮 所以这些风水书 都是出自于两宋时代 那另外有一些 有人认为这是宋朝人所写的 但是他假托前人所写的 包括藏书 锦囊书 五本藏书 清乌兴 藏书 还有汉隆经 宇隆经 天御经 还有藏华 道藏 清囊经 清囊序 清囊奥语 清囊奥子 还有柏山篇 还有福守篇 这些通常相信 这是出自宋朝的著作 但是假借前人所写的 但是也有一些 霍人所写 但假托宋朝人所写的 例如说宋国师 吴锦囊秘传 例如说道法双坛 例如说四象星云 例如说九星谢宝 例如说天机望龙经 还有这个新科 吴锦囊先生秘传 还有先天后天礼器 心印补助 这些书呢 有人相信了 他都标明宋版书了 但可能不是宋版书 他真正出版的 可能是明朝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知道 因为印刷书的兴起 使得我们现在 风水的书籍 你只要是风水 只要是版书 宋版书 基本上 都是宋朝出版的 所以宋朝时代 出版的风水是非常多 而且宋朝出版的风水 是有个特点 他都是读书人所写的 很少是风水书所写的 读书人所写的 大部分都是诗歌的形态 歌词的形态 而且大部分都是七言绝句 有人相信 这是为了让这些风水 是在传授土地的时候 可以一边看着罗盘 一边看着阳世罗盘 然后一边告诉他说 风水怎么看 所以他用歌诀的方式 歌诀的方式来传授 因为他用歌诀的方式传授 每个人理解都不到一样 因为S的风水的派别非常非常多 而且大家彼此都不服谁 所以这次风水 到了明庆以后 风水流派有何其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宋版 宋朝印刷出的兴起 跟风水著作显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今天我们已经谈天收益第115单年 风水发展史的第二段 两宋风水著作当中的第二段 这个印刷处兴起跟风水著作 就说到这个地方 改个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午有期间 我们下午的时间 那我们下午的时间 突然有点 就一些时间 团乱 不过